总是惊险万分 印度跟塞尔维亚分别发生恐怖断桥意外 游客惊险逃命 却还是有人不幸丧命 另外在南韩 则是有汽车里的丁腕气体泄漏 发生大爆炸 附近张电的玻璃都被震碎 民众登山途中早遇溪水暴涨 威力猛烈到连接两边道路的桥梁 被隐身冲断 倾斜倒塌 只剩铁栏杆留在水面上摇摇欲坠 超过40名游客 身穿救生衣受困 河川救生员出动静拉栏杆救援 只是印度国阿邦杜萨加瀑布 暴雨导致水位急速上升 索性游客都被成功救出 另外塞尔维亚卡布拉尔峡谷 50多名游客成群截队 走过横跨湖上的木桥 但桥梁疑似年久失修 不堪重量断裂 桥上行人全掉进河里 两名女游客不幸身亡 令人害怕的是 这座桥被当地人称为死亡之桥 没想到真的发生意外 突如其来的意外方不胜防 黑色汽车突然爆炸 行李箱盖被掀开 车子残骸四散 驾驶吓得从天窗爬出 旁边商店玻璃惨被震碎 另一段监视画面拍下车子 炸出橘红火光 调查发现是车内放置丁碗气体引爆 而且这名驾驶近市民跟踪狂被移送逮捕 惊险意外也在英国发生 桌上一团火突然喷射空中 接着火球砸落桌面引发更剧烈大火 男子吓得起身逃跑 旁边草丛都烧起来 目前还不清楚意外原因 但男子似乎没有受伤 有惊无险 记者李清晨 晨晨茂报道